那么所谓的这个属灵的恩赐 恩赐跟恩典有不同的含义 正如这个巴克伯茨所定义的 那么恩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 一个能力 能够侍奉 能够得到知识继续下去 能够透过这个属灵恩赐 能够了解并且收知并且掌握住属灵世界里面 神要我们经历的 那么认识上帝 在基督耶稣里认识上帝 而且这样子的经历和认识 是来帮助我们造就我们 以造就他人 他继续说 那么恩赐可能是上帝 把我们原先有的所谓天然的这个才干呢 把它圣洁化 分别为圣 成为恩赐 但是属灵的恩赐跟天然的才干 是不可能互相交换的 不可能 不是一样的 而他说 属灵恩赐是透过这个蒙恩之道 蒙恩的这个媒介呢 可以借着读圣经 祷告 教会生活团庆 增进属灵恩赐 圣经也告诉我们 有可能一个人得着了恩赐 但是他却没有得到恩典 我们知道这个使徒当中 犹大卖主 犹大他也领受了恩赐 可以传道赶鬼行义能 但是他显然没有得到 神在基督地所吃的 这个救恩的恩典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真基督徒都得到了恩典 但是也有可能 有人得到恩赐 他却没有得到 真正的救恩的恩典 请不吝点赐